在过程里面还是要老是持戒 但是对佛来讲 菩萨戒是心法 他内心里面没有 但是站在解脱道外表要守好 所以至少今天全断淫欲 乃至第八 过五不时离非时时 由是身口一三叶到清净 成为初离世间轮回 念一下世间轮回苦 这一点各位要一直提醒自己 假设现在外面温度是四四五十度 你就站在太阳下苦不苦 昨天就有一点太阳有一点热了 我刚从欧洲回来 回到台湾怎么这么热 欧洲的天气 这边就是潮湿 一下机场两个世界了 而且那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晚上没蚊子 真羡慕 晚上没蚊子 所以我们已经 网随时都带着 到欧洲没用 夜暴不一样 每个地方夜暴不一样 所以脱离世间轮回 得到解脱 解脱根本 生死轮回的根本 今天有菩萨说 师父今天要讲普通话 老婆啥拍摄呀 受持八观在界的殊胜功德 各位老实受一天 这十二条都可以得到 而且回向给众生 回向法界 回向成佛 一起念 1.脱离病苦 2.消灭罪障 3.免除恒祸 4.远离恶趣 5.福报优厚 6.成就迅速 7.来世尊贵 8.得生天上 9.往生祝园 10.临终欢乐 11.得向好生 12.成佛道元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药师经说 就算有人得重病 我们守七日七夜 八观灾戒 再来替他点灯放声 持咒 那么病苦可以消除 可以长寿 所以各位呢 受八观灾戒 这一天 忏悔 持戒 改变命运 一日一夜 第二 消除罪障 除了杀死父母的五无间罪 没办法一时消除 其他的罪业都可消除 所以各位 很重要 不能光享受幸福快乐 一定要忏悔业障 你再多钱 结果等你钱赚到了 然后一场车祸 一场重病 也来了 跟钱没有关系 现在有媒体 有网络 随时可以看到 事件的变化 所以守八观灾戒 各位多守 如果你觉得你业障重 或是 来 替父母转业 所以我们出家人 都是替爸爸妈妈转业 像我妈妈得癌症 所以我守八观灾戒 一年 发育业出家 这样 那我妈妈就好了 所以我想 自己好好去做 所以可以消灭众生的罪障 虽然你身体很健康 我为众生 受八观灾戒 当愿众生 脱离病苦 当愿众生 消灭罪障 这个功德太大了 福报太大了 第三 免除恒祸 所以一个人 守八观灾戒 地方上无宅无难 没车祸 所以来 回向地球 回向法界众生 无有恒祸 水灾 淹死 车祸 等等 第四 远离恶去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乃至不好的地方 八难边地 你会远离吧 所以生生世世 一日一夜 八观灾戒 念一下 恶食小节 不堕落三恶道 所以各位 今天有人拿 一亿美金 跟你换 你把八观灾戒 功德给我 我一亿给你 要不要给 我还是说 一亿给我吧 功德回向给你 因为有一亿 可以做很多好事的 但是你回向给他 你自己功德更大 不是说 我怎么舍给你 没办法的 但我回向给你 可以的 所以各位 远离 三恶道 第五 福报优厚 一日一夜 八观灾戒 你如果发愿投胎 做人 念一下 六十万事福报 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 不用想钱 反正钱跟着你 含着金汤匙来投胎 了解吗 现在很多人 富二代 富三代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很有福报 福报优厚 像我这个人 大富 大品 大品 我这辈子 因为我的家庭 我爸爸做大生意 忽高忽下 忽高忽下 我已经看开了 所以轮到我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但是有钱 过了有钱 没钱 过了没钱的生活 这个世间 就是 但是 有钱真好 那现在不要钱 那现在 还是要更需要钱 有钱 可以帮别人 对不对 可以去放生 可以去帮助老人 可以去帮穷人 我现在比以前更贪 所以佛经说 菩萨不怕贪 菩萨怕称慧 称慧会舍弃 众生会下地狱 贪心可以找成佛道 各位要不要贪 贪祝念 贪布施 对不对 贪奉献 要这样贪 第六 成就迅速 你会守八观哉戒 可以让你找消业障 开智慧 早有福报 了解吗 你老公要做大生意 怎么办 他问我 守七天八观哉戒 太太替老公守 好不好 你老公打麻将 不要生气 在家里守八观哉戒 回想给他 搞不好人家还赢钱 还分一半给你 做功德 但是你就可以快速成就 第七 来世尊贵 做皇帝 做国王 普达王 守一次八观哉戒 前世做奴隶 这辈子做年轻大国王 高富帅 因为他一个人守八观哉戒 整个国家都被他影响 整个国家都守八观哉戒 因为 后来佛陀把 普达国王 上辈子是奴隶 很多人都看到 那个小奴隶死了 现在就是你们国王 为什么 过去守八观哉戒 结果全国老百姓 六载日都守八观哉戒 因为他们 佛陀给他们证明 而且太多人知道 小奴隶 国王本来没儿子的 居然可以怀孕 因为一日一夜 八观再结 所以各位 各位国王好 各位皇后好 下辈我们好好合作 要么你作为有钱人 做皇帝 那我还是做 穷出家人 但是 大家好好的去 扶持三宝 第八 得升天上 升天 你要是升过天 回来看这个世界 真的是比 比马桶还臭 每个女人都变 丑 丑 迷猴 男人都变 恶鱼 因为天男天女 实在是太美 太庄严 没办法形容 所以那时候 你的标准就高了 所以 得升天上 所以各位来 当愿众生 得升天上 先让他们升天 我们再去度他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不要排斥天主教 基督教 你要做个菩萨 你要先去让他们升天 了解吗 所以我经常去 祝福 愿圣母玛利亚 愿和耶和 愿上帝 带着他们子民升天 好不好 那我们在天上等他 再带他去净土 但是你不能说 哎呀 那个对 那个不对 你都不了解 这些很多神明 都是佛菩萨化现 慈悲化现 第九 往生住缘 念一下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得中品众生 西方极乐世界 谁愿往生 十方净土 包括兜率内缘 重不重要 往生净土的祝愿 第十 临终欢乐 祝各位 死时快乐 好不好 生没有什么好快乐 死才快乐 我妈妈做证明 真的是 我妈妈这辈子苦到我心肝都快裂掉了 我去年很憔悴 因为我妈妈的事情 我觉得太苦了 他命太苦了 再多钱也没用 结果他一往生 我快乐到今天 我说你妈死了 你快乐 我就是很快乐 因为他到极乐世界 我哪里不快乐 他时时在祝福我 我还跟我说 儿子 妈妈百苦一辈子 终于我知道了 他到时才知道 我出家还有好处 所以他现在学我慈悲 所以我哪里不快乐 所以你的父母 如果往生净土 你每天心情都很好 所以各位要拼命好不好 农历七月份好好的 把县世父母 让他愿力不退 把往生父母 七世父母 历代出现 你再来 送到净土 对 功德你来修 他只要有信心就好 对不对 你引导他 他就可以得生净土 十一 得向好生 向好庄严 像我们这个叫等身佛 就跟人的差不多样子 这样的好处是 你要好好 希望你要发愿 来 得佛陀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令众生欢喜尊敬 大慈大悲 这是慈悲 因为向好庄严 让我们看得很欢喜 要学 我也要这样 发起菩提心 第二 成佛道元 大家要不要成佛 八观哉戒 是成佛的基本 所以你八观哉戒 就是基本 然后来发菩提心 好 各位都了解了 希望各位在家里 至少睡觉以前 就跪在床旁边 这样拜三遍 就像每天洗澡 然后每天消业障 每天修惭愧心 这样很好 因为我发觉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 云青在主 过去轮回过程 一定得罪了 得罪了很多很多的 不一样的众生 所以习惯 虽然我没法像各位 这样一天拜一千拜 好几天 我一天再拜九拜 但我能够不间断 已经不错了 每天每天习惯 有个老子上个说 念一下 早九拜 早九拜 午九拜 晚九拜 晚九拜 快乐活到老 一天才拜十八百 我们九三二十七 但是他一辈子 他的老子上非常健康 因为他跟我说 连续不断就好了 就经常这样 当然你要拜多一点 更好了 现在很多地方 有一种死法 现在很流行 特别在日本的很多国家 念一下 孤独死 就是因为 特别西方社会 小孩子十八岁 十九岁 叫他们千户口 去外面住 老人自己住 老人如果 一个老伴走了 或离婚了 他就守在房子 里面 很多就是这样 就死了 没人知道 叫孤独死 所以现在还多一种行业 就专门在清理 孤独死的 尸体 因为有些死好几个月 有些都烂了 所以这个行业 慢慢也多人在做 特别在日本 这是一种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就是子女 已经根本就 把父母给放下了 放弃了 他也觉得他事业忙 他没办法去看他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还定了一个 一个法律 说你多久时间 没有去看爸爸妈妈 他犯罪 这也不得不 因为他们地方更远 然后更有更多理由 不回去了 所以他定了 我那时候看 是一个月一次 我看这个都很困难 有些只能做到 一年回去一次 对不对 等等 但是我们佛教徒就不行 因为孝顺 这是我们的天子 这个身体可以拿来修行 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 他站在菩萨道 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顺 你说你会去慈悲众生 那也不可能 各位要发个愿 来 愿敬畏来敬 孝顺父母 好不好 要发这个愿 公公婆婆也是父母 公公婆婆也是父母 岳父岳母也是父母 要全心全力的孝顺 所以我的 我的丈母娘 今年已经96岁了 那我经常回向 经常回向 偷偷回向 因为我出家 我没办法 因为我丈母娘 是我过去好几世的妈妈 她对我 我出家我妈还不会抱我哭呢 我出家天天 她抱着我哭 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姻缘 但是没有这个 丈母娘对我这么好 那我出家也会有点障碍 这个就是结善缘 搞不好你看我天天回向 回到96岁了 很多大病苦都可以消除 现在还会打麻将 不错 代表脑筋还在 所以 但是佛教里面 不要说改变什么 就是对方做什么 我们就不断回向 这样就好了 不要内心里面觉得这样好 那样不好 对不对 打麻将就跟那佛一样了 不错 这样就好了 我爸爸看摔脚 我在旁边看 摔死你 摔死贪嗔 之后又可以 我帮他回向 因为这样你心平静 才可以改变他 对不对 而且他那个不好 他那个不好 你自己最不好 因为你心乱了 心不清静 心不清静 搞坏整个世界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帮助别人最好的方 是心清静 对对方 什么事情 我们是允许他发生 只有慈悲 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个起码的力量 你这个力量 就可以改变对方 但是如果你心里乱了 起心动念了 不高兴了 担心了 烦了 你反而加重对方的恶意 这点有意 记住 一个受完戒的人 比如说 你以前没有守不杀圣戒 你从今天开始守不杀圣戒 你以前不失十块 假设是十块的功德 你现在不失十块 变成一百万 因为你多了一条戒律 这个叫以慈戒为基本 去修功德 就像八弯灾戒 一日一夜 变成六十万事的福报 所以在八弯灾戒 这一天 各位多诵经 多忏悔 多供养 多布施 这个福报很大 特别在农历七月份 所以因为以戒为基本 来做种种的修行功德 福报更大 我们慈戒的功德 要发一个圆满的愿 所以各位修行教 圆满的两个资粮 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 大家都会背了 但是每天提醒自己 比较重要 福德从哪里来 念一下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除了世间的孝顺 奉仕师长 你这四条是福报的来源 你没有福报 做不了事了 特别你要行菩萨道 要以福报做基本 那智慧呢 智慧就是以福报做基准的 精进的禅定 跟波勒观照 禅定就是专心不乱 波勒观照就是思维 缘起甚深 分析一切 请问这个柱子是真实存在 还是虚幻的 这个不叫观 这个叫念而已 观是好好看 里面是钢筋水泥 外面是木条 这些东西拆开来 都是各有各的元素 各有各的名字都假的 原来它只是一个虚幻的 你要看得很清楚 了解吗 观 慢慢你就不会觉得说 它是真实的存在 要了解吗 请问爱情是真的存在 还假的 那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你要观 观久以后 爱情走了 随缘 所以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苦跟乐 因为它只是一阵风来 一阵风去 哪有人在抓风的 对不对 小鸟飞过了 天上是没有痕迹的 但是我们人都想要 抓住某个东西 被肯定 今天你被你老公老婆抛弃了 你就觉得自尊受伤害了 我要自杀 不然我要报复 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尊重 请问这个我存不存在 没有我 哪有我的爱情 我的感受呢 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佛陀教我们这样去超越一切 你慢慢的这样去了解 你就可以超越 这个叫智慧 但是你要这样观 你没有前面的不思词戒 忍入精进 跟禅定的定 然后你就没办法有这个福报 照见五蕴皆空 甚至照见万法皆空 甚至照见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人在欺负伤害你 你都还觉得他是佛 因为你看到他的本体 要不会他的暂时的外表 所分别再漂亮再丑 对你来讲 那只是一个暂时的夜报 所以各位这样去看待一切 所以要有这样子的 甚深的关照 所以这两个都圆满了 才能够成佛 那各位平常会想的世俗的事情 八万载节这一天 都让自己像个阿罗汉 像个佛菩萨一样 想的是真理 想的是利益众生 不要被世俗的影响 练习看看 然后要让自己保持正念 不要打瞌睡 或是故意不想 就是故意 比如说你现在身体很痛 但是如果你一觉得痛 它就一直让你乱 越痛 那你要保持正念 哎呀 这个痛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夜报 它是暂时的 然后你专心的来念佛 诵经 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痛 甚至这个痛 好像突然不见了 代表因为你心已经 转移在真理 而且有这个法的加持 业就消了 那你要经常讲 念习 所以不可起懈怠心 当勤修六念 再念是念佛 念佛 念身 念天 念戒 念布施 你要想好 念佛 八十八佛 三十五佛 贤戒千佛 每一个佛 怎么样成佛 怎么样利益众生了 所以各位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现代人 大部分都看手机 忙来忙去 慢慢都就没有思维 观照的习惯 就是说 你要打坐光 要把手机关掉 这两个钟头 你坐着也好 走路也好 一直在想着 阿弥陀佛 怎么帮助众生了 阿弥陀佛 怎么样成佛的 极乐世界 怎么庄严的 你就想这些 然后你把这个佛菩萨思想 又变成现代化 我如何用佛陀的思想 来推动佛教 要怎么去构思 就像你要开个公司 怎么请员工 怎么推广 怎么赚钱 你总要想办法 对不对 那你要去思维 这种 怎么帮助众生 各种的方法 保持这种正念 各位要一直练习 我想学佛 一定要让别人觉得 你真的有改变 个性 想法 行为 真的有改变 所以各位你要 把握才节功德那么大 回向给众生 让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有改变 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 叫你去做皇帝 你就不要 皇帝 目的也想要影响世界 我要选总统 我要选总理 就希望别人 听我的 我可以主宰世界 他不相信佛法 如果你相信佛法 你天天都在主宰世界 对不对 天天都在改变世界 因为你的戒 你的心态 世界一直在改变 今天有个大台风来了 你发一个菩提心 愿台风由大化小 变成凉风 会不会变 一定变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不用讲 默默行善 因为发菩提心的力量 一定会改变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报恩护主的小猴子 陈明丁住在一个平级的小山村里 那里四面环山 交通非常不方便 村子里的年轻人 陆陆续续的搬家 离开了这里 只有一些老人 依旧住在那里 守着几块小田度域 又有一户人家搬走了 是啊 村子里现在就剩下 我们这些老人了 陈老弟 你要去哪 好几天没去田里了 今天天气好 我想去除草 现在也只有他 还愿意去田里工作了 陈老弟不下田工作 哪有办法生活呢 我们还有儿女会每个月 给一些吃的跟钱 但是他无儿无女 孤身一人呀 这一天 正在田里工作的陈明丁 突然听到不远处的草丛里 传来了一阵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奇怪 那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它的脚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小猴子 你不要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要是不赶快处理 可是会感染的 不要怕 让我来帮你 伤口看起来好严重 走 我带你回我家擦药吧 就这样 陈明丁把这只小猴子 带回家了 并且对他细心地照顾着 很快的 小猴子的伤痊愈了 经过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 小猴子和陈明丁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舍不得离开陈明丁 便住在了陈明丁的家 陈老弟 你捡的这只小猴子 恢复得真快啊 对呀 他对这只小猴子很好呢 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 都给他吃 这只小猴子真的很怪 我原本打算 它的伤好了以后 要把它放回山里 可是他却说什么也不走 我就想说 我正好没亲人 留他作伴也好 你看 你的猴儿子还很会撒娇呢 当然了 他很聪明呢 有时候看到我不高兴 他就会翻跟斗逗我开心 有他陪着我 我比较不寂寞呢 这一年 村子里遭遇到了干旱 别说农作物都没收获 就连饮用水都不够喝 很多老人家 被自己的子女 从村子里接走 哎 今年我们要怎么过 陈老弟啊 我明天就要跟我儿子 离开这里了 你也赶快想办法 另谋出路吧 这个村子已经不能住人了 啊 老哥 你也要搬走了 对啊 今年的这场干旱太严重了 村子里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了 老弟啊 你看田里的农作物都哭死了 没有收成 你要吃什么 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哎 我没儿子 没女儿 是可以去哪里啊 那也总不能在这里等着渴死饿死啊 你不是还有这个猴儿子吗 你可以带着他到城市里表演赚钱呢 他那么聪明 肯定没有问题 这倒是个办法 好歹也能混口饭吃 小猴子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表演吗 哈哈哈 为了可以生活 陈明丁带着小猴到城市里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开始表演 虽然很辛苦 但有小猴子陪伴在身边 陈明丁感觉生活不孤单 这只小猴子好厉害啊 竟然可以连续分这么多跟头 对啊 现在会在街头表演的人不多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干的就是猴子表演呢 嗯 呵呵呵 哈哈哈哈 这只小猴子真是聪明 还知道要鞠躬感谢呢 谢谢你 小猴子 要是没有你 现在的我 还真的不知道该靠什么生活呢 来 今天你最辛苦了 给你一颗你最爱的苹果当奖励 我不喜欢吃苹果 你吃吧 好好 我也吃 你也吃 真是一只有灵性的小猴子啊 这条路上的车很多 我抱着你走过去吧 哎呀 不好了 糟糕 怎么会撞到人呀 这不是那位带猴子表演的老人吗 他伤得好严重啊 是啊 赶快看看 他伤到哪里了 天啊 天啊 这只小猴子在保护他的主人 小猴子 小猴子 我们不是要伤害你的主人 我们是想帮他呀 小猴子就这样 一部分 Aid 都把他校 guilt 一只手在沉密钉身边 不让任何人靠近 直到警察和救护车 dik 小猴子,不要捣乱,它是救护人员,是要抢救你的主人呢 这位老人没有生命迹象了,通知冰藏车来载走吧 最后,这只小猴走回了事发现场,独自蹲坐在路边,不停地掉泪 这个场面,令周围的人也感动到哭了 这只小猴子,不停地掉泪